当你的闺蜜是学人精 我买了本练习册 我也买了本练习册 我去换件新裙子 我也去换件新裙子 闺闺 你能不能不要老是学我啊 咱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 模仿一下你咋了 一起玩这么久了 别这么小气好吗 还真是零点无语的说辞啊 今天来玩新游戏 先换个美美的穿搭吧 这一服真漂亮 找个美美的比方发自拍 能够闺蜜天天模仿我 发朋友圈 还是把它评逼了吧 希望玩游戏 别再碰到它 哈喽呀 诺米茨 怎么又跟我的传达一模一样 诺米茨 你这套裙子选得真好看 我不是拉黑你了吗 你怎么还看得到 开什么玩笑 我好多着呢 你干什么都逃不过我发眼哦 今天期末考试 大家不许交头接耳哦 老师 这么快就睡着了吗 诺米茨 第三题和第十二题选什么 选B和C 嗨嗨 这次考试稳了 对了 诺米茨你作文准备怎么写 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吗 我打算写 小时候收养的一条流浪狗 这是我们在嗨皮的事 你都知道不啥 还挺有创意的呢 规规第十题选什么啊 微笑静静 你是古语的吧 刚才我都告诉你答案了 你却不告诉我 哎呀 那道题我也不会做 我都瞎写的啦 你知道我会信吗 这次考试薛静静全班第一 嘿嘿 我就知道我是第一 但是在这里我要批评糯米茨 为什么 他的作文内容和第一名薛静静的一模一样 老师是薛静静在作弊 明明是他模仿的我 得了吧 人家考试可是第一 怎么可能模仿你 人家真的好冤枉了啦 为什么没人相信我啊